这位同学问说 慈器佛像 底座有一个洞 有人说 不能供奉 请问师父 到底能不能供奉 我再问你了 你说能不能供奉 慈器佛像 底下都有个洞 因为它是拖这个拖子拖出来的 一定有 那我们过去在图书馆 供奉这一项阿弥陀佛像 就是此 是一个老居士 送给我 这一项佛像 大概有两三百年 相当明固 台湾地震很多 很频繁 它下面这个洞 那正好 我们做一根 语言的柱子 莲花座上 这个莲花座 佛像插在里面 所以地震就不怕了 佛像的话很容易打破 我们莲花座当中有差不多有这么高的这个小柱子 佛像坐在下面 这个底盘很大很重 所以地震就不要紧了 就没关系了 供养佛像是表发的 要懂这个意思 让我们见到佛像 就想到阿弥陀佛 提醒我们 时时刻刻 不要忘记阿弥陀佛 所以佛像 供塑造的 供彩化的 都可以 没有设施 不能够 这是 有人说 哪个人说 慈佛像下面有个洞 不能够 请他把经文找出来看看 他要没有经典依据 佛给我们讲的 一发不一人 哪个人讲的 我们可以不必一谈 我们以佛在经上所说